他會增加一個工作表在這裡 那名稱就不是工作表2 如果說我們用錄製的話沒有修改 那可能會發生錯誤 所以這裡的話呢我們把它name 那這個時候should.com已經變4了 因為已經add一個了 所以第四個名稱叫第1季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行執行之後的話 底下的這個有沒有本來是工作表 2或者工作表3 就會被更改為第1季 接下來的話 我們已經新增了工作表 接下來就是說要切回到1月 所以再切到1月 那切到1月的話 實際上 我們現在 切過去 那切過去之後的話 有沒有should I的話E 所以現在優標是 選取的範圍是在1月 然後先把優標放在A2 有沒有A2上面 然後CtrlShip end 範圍 Copy 複製了對不對 然後再切到第1季 切到第1季 切到第1季之後的話呢 現在ActiveSale 等於什麼呢 等於 這個should IE的話 的名稱 名稱的話現在是什麼呢 1月 因為呢 有沒有 should should IE 就是第1個 這意思是第1工作表的名稱叫什麼 1月嘛 那我現在 要把1月份的資料貼過去 所以必須什麼 現在向下一列 向下一列 那就是用offset的最簡單 有沒有 就是Active 現在 的 儲存個位置 向下一列 用offset 一列 零欄 所以你會發現放在這裡對不對 再來做什麼事呢 貼上 把剛剛負貼的東西貼過來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優標 移到最下 就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 他就會優標就會移到最下面 有沒有 Ctrl向下 再來的話呢 offset 一樣嘛 用那個offset 向 移列 對不對 向一列 有沒有 這樣的話 NAS 那再來就切到 I I現在等於2嘛 所以是移到第2個工作表 就2月份 然後優標放在A2 一樣在全選 再複製切到第1季 然後再怎麼樣呢 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放2月 因為他的名稱是2月 在offset下一列 再怎麼樣貼上 然後 再來移到Ctrl向下 然後offset一個 以此類推 所以如果說今天3月有沒有 貼上3月的東西就結束了 也就是說今天呢 如果你有10個月的話 假設你今天資料 12個月 一樣 一次就可以全部 幫你做 這個 合併的動作 那合併的技巧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主要是 先錄製部分 再來做修改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我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第1個畫面 第1個畫面就是 我剛剛做的完成畫面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來試試看 那主要 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用的一個叫做 Active cell 這個其實是一個技巧 也就是說現在 現在游標正放在哪一個 儲存格上面 那我就給那個儲存格名稱 出任格一格什麼的工作號名稱 再利用offset 所以offset蠻好用的 將來各位可以 把它套用在你的那個 你的句集裡面錄下來之後的話 如果說你希望你的列或藍要移動的話 那可以用offset offset的後面刮弧 我是先列先列在藍 這個有點像那個cell一樣 然後再把分別把資料放過去